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狀況 今天雖然是加零 那我們到現在累積的確診數有261人 近5日的核酸檢驗陽性率是在0.07 我們總共的核酸檢驗陽性率是在0.44 那我們看到雖然沒有什麼疫情 但是我們的現在已經完成的篩檢數 已經到59805 所以我們是不斷的匡列 不斷的在做很多的一個這個監測 那希望就是能夠把它清零 居家隔離人數減到80人 這是首次在100人以下 那累計居家隔離的人數是2993人 平均每位確診者居家隔離的人數是在11人 好 這個是我們過去所努力過的 每一個傳染鏈 我們一一一的把它清零 那跟大家報告最近的我們的民族信仰活動的一個群聚 在彰化也有7個人被傳染到 那甚至擴展到南投也有大概7個人左右 所以單單一個這個宗教傳染鏈就十幾個人 所以我還是要拜託大家要乖乖宅在家裡面 好 那因為這個今天沒有所以也零無足跡 好 再來我們來跟大家報告疫苗的狀況 我們第二批AZ有26500劑 那目前也打了17999劑 所以也完成了68%了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要再次的呼籲 我們這個一到六類的符合施打的 你要快點來施打 我們65歲以上的長輩 立即把我們的這個金屬 衛生屬來做定義到民族 65歲以上的到民族遺季 我們希望就是說你符合資格的長輩快點來打 有打一定比沒有打還要好 也不確定65歲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打 所以在這一批有的話快點來打 好 那我們65歲以上的長輩 你怎麼來預約我們AZ的疫苗 好 你從今天開始就剩下這兩天到7月1號 跟我們縣內各合約醫院診所衛生所來進行登記 那你什麼時候施打 你只要等候他們跟你通知指定的時間跟地點 要帶什麼東西 帶身份證 帶我們的健保卡 還有帶你的印章 好 我們75到84歲的長輩 在7月2號到7月8號要開打了 明天一早我們的這個疫苗會到 我們會把它分發到各個這個醫療院所之後 我們在7月2號到7月8號 就要針對75歲以上到84歲的長輩來打疫苗 那上面這兩天我們的里長 里幹事給你的通知單上面 都有為大家究竟安排 看你應該去哪個地方來打 那我們總共有264個接種站 514個場次 就近施打27家的衛生所 27家衛生所還有我們會分區 還有避免大家的一個群聚 那這中間有醫院診所衛生所快打站 還有關懷據點 所以請我們的長輩依照我們通知你的時間 還有地點來做施打 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這個人流的一個群聚 好再來同樣我們這個QR Code的部分上網 你就可以查到我們長輩什麼時候去地點跟時間 那我們有看到效果還不錯 七八千個鄉親透過這個系統 再做相關的一個查詢 好再來 疫情期間詐騙也層出不窮 所以我們防疫也要慎防詐騙 如果在房間我跟大家報告 煮疫苗是絕對都不用錢的 那我們現在也沒有開放殘劑 除非我們 所以也不可能說有打殘劑 收1500塊錢的一個費用 那一定是詐騙 如果確實有這樣的行為 一斤查獲 絕對會依法就辦 我再共調一遍 我們現在第一 沒有打殘劑 目前我們都是要預約 然後再來的話 打疫苗是絕對不用錢的 如果有人跟你收錢的話 請你跟縣政府檢舉 打110打7531999 我們絕對會依法來就辦 因為疫情期間 這段期間也聽到很多的詐騙 比如說009開頭的語音 009你就要注意 不是09是009 很多的這個語音詐騙電話 假裝通知你健保卡異常 或者被綁架了 綁架你的親朋好友 或者假檢察檢察官等等的 這個詐騙手段也常常出現 所以也請我們的這個長輩 也請我們的這個 做人害怕死亡 都要提醒我們家人的這個長輩 提高警覺不要騙去 特別是我們的電話 是009開頭的這個 詐語音詐騙電話 這個也很最近層出不窮 還要再次強調 有疫苗就要趕快來打 不要再趕快 每一種疫苗都有效 一定比你沒打 還要有效 所以在這裡在家 要請大家有符合資格的 你趕快來打 你如果過後 我們會依照年齡 我們配合的這個疫苗的數量 分年齡層一步一步的往下打 今天沒有個案 其他這個數字 也跟這幾天維持差不多 近五日的PCR陽性率 是在1%以下 0.07% 累計是0.4% 那核酸檢驗的次數 還是一樣 持續在成長 那居家隔離人數慢慢都解了 第一次低於100 我們看下一張 好 還是再次強調 我們為什麼要針對長者 來打疫苗 而且讓他們優先打 就是因為這個致死率 在70歲以上特別高 也請所有的長輩跟家屬 大家一起來注意 請看下一張 好 我們大概從這幾次疫情知道說 後來這些起起伏伏的這些個案 應該都是來自前一波殘留的一個傳染鏈 請看下一張 這是PCR的檢測人數 最近高起來了 這主要是昨天的數字 是因為有一個物流的相關的職場 我們做了大規模的一個檢測 請看下一張 陽性率又回到低點 請看下一張 居家隔離人數也是一樣 慢慢就減少了 因為沒有個案 就不會有隔離 請看下一張 還是再次強調 從發病日來看這個曲線 本來說冰山一角 現在知道一個是民俗文化的 民俗信仰活動的群聚 那在之前是有一個是從北部回來的一個個案 請看下一張 那我們居家隔離發病人數 因為居家隔離人少了 個案少了 不會有人居家隔離 所以這部分就維持在26% 請看下一張 那我們本來民俗信仰的活動的群聚 本來是感染源代查 那現在我們可以確定了 它是來自於跨縣市一個群聚所造成的感染 所以我們把它歸到群聚個案裡面 就移出代查的個案 請看下一張 我們增加一個跨縣市的民俗信仰活動鏈的群聚 這剛才縣長也有講 我們是七位 隔壁的南投縣市也有好幾位 請看下一張 所以代查個案 現在一個是之前 沒辦法去確認是北台灣或是西湖地緣性的一個群聚 那醫院群聚是之前也發生過的 那還有就是家庭的群聚 這個就是這幾個 我們都已經可以說說處理 告一個段落的一個傳染鏈 請看下一張 那這一張還是要再次強調 我們這一波疫情結束之後 那下一波的疫情會從哪邊跑出來 就是之前跟各位再次強調的 一個是沒有被發現的接觸者 尤其是跨縣市的 因為跨縣市在做這樣的狂野的時候 很容易就漏掉了 那還有就是從高風險或場所的個案 或是接觸者 它藏在那個地方 那還有一些是社區裡面 你本來沒有發現的隱形的傳染鏈 我們這個民俗信仰活動的傳染鏈 就是一個案例 那另外還有一些是沒有症狀的 那這四種個案它有時候都會浮出來 那你怎麼去防止它 當然最重要是這個要把它擋住 就是大家遵守防疫的守則 請一手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主動監測的機制 那如果你是風險比較高 自主健康管理的話 就記住有症狀要採檢 當它跑出來的時候就趕快做圍堵 所以一方面是民眾大家配合防疫守則 一方面是我們的監測機制 還有大家的自主健康管理要一起配合 來預防這個疫情的再起 請看下一張 那再複習一下新冠的症狀 局部性的症狀 呼吸到腸胃道都會有 也會有全身的症狀 所以我們在做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 就很簡單告訴大家說 只要你有不舒服的症狀 就趕快去採檢 所以這個症狀很多樣 所以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請看下一張 因為每個人的症狀表現不一樣 每個人的表達不一樣 一是診療在疫情調查的時候 標準也不見得完全都一樣 所以一定要大家保持高度的警覺 提早把這個案能夠找出來 這個是我們每天 大家都要一起來做的功課 用這樣來防治疫情 請看下一張 那其實所有防治疫情裡面 最終極的手段就是打疫苗 那今天有很多網友在傳 一個關於我們彰化線接種量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這邊利用的機會 也來跟各位說明 整個疫苗管理 在中央撥到地方之後 其實在衛生局衛生所 它有一個疫苗接種的管理的機制 每天在打疫苗的這些合約醫療院所 它每天打多少數量都要回報過來 那為什麼要每天回報 因為這跟你疫苗撥給它有關係 所以我們整個冷鏈是 疫苗送到衛生局 衛生局有這個冷藏的系統 然後也有每個衛生所 也有冷藏的系統 那個都是有做24小時溫度的監控 那所有領疫苗都是 經由衛生局衛生所這個系統 有波入波出 那波入波出的時候呢 也要確定你的接種量 所以我們在這樣一個波入波出 每天在進行的這個活動當中呢 就會去掌握它每天的接種量 所以這是即時性的 那這些即時性的資料中央都規定 你要上傳 上傳這個資料會進到系統裡面 有資訊系統做規復會整 最後才產生中央的報表 那各位可以想像 這麼多的醫療院所 這麼多的縣市 它資料上傳規復之後呢 會整到中央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一些時間差 一定會有一些時間差 所以我們如果要掌握 即時性的疫苗的接種統計 其實在縣市衛生局這個階段 你就要自己每天即時去掌握 所以我們這邊掌握的數字呢 跟中央的報表 它難免會有一些時間差 我們請看下一張 所以最近網友要傳的 各位如果仔細看 它的資料是來自於機關署 6月28號它的播發數的統計 那你可以想像 28號跟我們今天6月30號 它一定有落差 這個落差來自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疫苗持續在打 每天都有量 一個就是資料在統計匯整的時候 會有時間差 那所以就是以衛生局 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 來跟各位報告 最完整的我們是AZ疫苗 從一開始中央播發到現在 總共是96,800劑 這裡面呢 我們目前到6月30號為止 已經打了83,499劑 那它的明細呢 第一批最早 那是在一到三內開放 還沒開放給一般民眾的時候 是有32500劑 那這個基本上都打完了 但是呢我們特別有預留4000劑 是在7月份的時候呢 準備要打第二劑 有一些專責醫院的醫護人員 那我們這個4000劑先匡列起來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如果這個印度變種病毒來的時候 依照英國的經驗 你可能要在第八週 就趕快來施打AZ 趕快把這個保護力去把 照顧我們 要治療我們的這些醫護人員呢 優先把他的保護力給提高起來 所以我們有預留這個4000劑 是一個應變要用的疫苗 那另外其他的 一到六類分兩批 三萬七 我們在每天的記者會 已經跟各位報告了 明細也都在裡面 基本上這一批都打完了 另外一批是26500劑 我們每天的記者會也都有報告 那今天最新的進度呢 已經施打了 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劑 那剩下的疫苗等一下有明細 讓各位來了解 那另外還有八百劑是 我們當初在第一劑 有一些出國自費施打的 中央現在他們的第二劑呢 也免費讓他們有公費施打 那匡列了八百劑 那當初在線內 是只有我們的醫學中心 有在提供這個服務 所以這八百劑 就直接撥到這醫學中心 請他通知 當初第一劑打自費的這些民眾 回來打第二劑 所以總共的數量呢 就是九萬六千八百劑 所以這數量大家都很清楚 那沒有打的一個是 要預留變種病毒 預留四千劑 要準備打第二劑的 那真正現在用在民眾的身上 就是我們現在還剩下八千五百多劑 這五百多劑我們預估 大概大家手腳要快一點 大概這個禮拜就會打完了 我們請看下一張 那莫德納實際上不多 莫德納總共也只有 撥給我們五千多劑 那已經一到三內打完了 是三千七百四十五劑 剩下就是上禮拜 縣長特別宣布 讓我們縣內的孕婦都來預約施打 那這個就是匡列在這邊 等他們來做施打 依照我們這個運產部 它的一個接種率 我們預估一個數量 大概是這樣 請看下一張 好這一批兩萬六千五百劑 我們每天都會報告各位的明細 每個都有它的對象的匡列 那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的不一樣 第一個是我們在這個 中央級地方防禦人裡面 已經把領長要打的數量 給匡列進去了 本來那個數量是只有中央 那現在增加領長 那總共領長有九千多位 我們這邊也匡列出來了 那這些疫苗呢 就讓他們來施打 那另外是85到89歲 我們大概接種告個段落 我們這幾天開始開放65歲以上的民眾 你可以在登記施打 各位看到 這兩天我們感謝我們所有的 基層的醫師 醫院的醫師 還有衛生所的同仁 跟我們的長輩 做了完整的說明 所以接種的打氣有上來了 兩天就打了三千多劑 我們預估這禮拜還會再 有一些新的一些數量 這些新的接種量會往上來提升 所以所剩的疫苗其實並不多 大概這禮拜就可以把它打完了 請看下一張 所以還是再次呼籲 我們把疫苗留給長輩打 那這批呢 AZ疫苗余額不多 請65歲以上的長者 趕快跟你的組織醫師聯絡 趕快登記趕快來做施打 請看下一張 這莫德納再次強調 明天到貨 後天開始施打 請看下一張 基本上每個村里長都發出去了 請看下一張 有必要的話 你可以上網站 來查 身份帳法 key進去 就會知道你接種的時間跟地點 滿多的民眾的家屬都有在查 這個縣長不厭其妄跟各位說明 上面都有不同的地點 接種帳 請大家按照這個時間分區去施打